大家好 現在我準備做個燉牛肉 加些西紅柿、土豆、胡蘿蔔一起燉 這兩塊牛肉有6磅重 一次吃不了這麼多的肉 取出一半,大約3磅重 這是去年自己種的冷凍西紅柿 把牛肉起乾淨以後切成小塊 太肥的部分不健康就扔掉了 肉切好了,再來把土豆切成塊 胡蘿蔔再斜切成段 再切一些蔥段、薑片和蒜片 準備兩個八角和幾粒花椒和一些豆豉 材料就備齊了 鍋中放油 油熱後加入八角、花椒爆香 再把八角、花椒撈出來 然後加入豆豉炒香 再加入蔥arn生 再再加入蔥姜蒜、ř sul、虛、您的膨胖 加入牛肉翻炒 加入約兩大勺的料酒去腥 再加入約兩大勺的料酒去腥 加5小勺酱油 再加1小勺老抽 加1勺蠔油 加适量的盐,我是加了1小勺 在锅中加入烧开的水 转小火炖1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把牛肉取出一半 准备以后做别的菜 因为有3磅肉,一次也吃不了那么多 先把胡萝卜放进去 再放冷冻的西红柿 这一袋西红柿是切好以后冻的 还没有完全化,就直接放锅里了 胡萝卜和西红柿放进去以后 煮开了以后,在小火煮20分钟 最后再放入土豆 因为土豆比胡萝卜容易烂 煮开后继续小火炖半小时左右 直到胡萝卜和土豆都煮烂为止 常常都已经烂了 出锅了 把这个菜浇在米饭上 或者是面条上面,味道太好了 谢谢收看